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刚提到那个细胞分化 因为等一下讲血球这个部分的细节 细胞分化或简称分化 它怎么展现呢 如果用干细胞的角度来说的话呢 你现在那个骨髓里面的造结干细胞 干细胞是原始不成熟的细胞 然后我们希望发展出那个成熟的 这个血球的细胞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不是细胞 逐渐的让细胞内的这些胞器准备齐全 然后它就都成熟了 事实上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比如说神经元 假设神经干细胞要长出神经元 那它的外形上就有它的独特性 因为它有很多凸起物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就是功能面的部分 它的生理功能呢 基本上会有独特性 比如说那个内分泌细胞 对分泌激素 激素要激素血液 然后神经元呢 可以分泌那个神经传导物质 神经传导物质可以用来 那个神经元之间 或神经元对动气之间 产生那个血细的交流 所以因为细胞要在成熟的时候 在形状上 在它的生理功能上面具有独特性 那这个不同的组织细胞 它们的外形跟功能 通常会有比较明显的差异在 所以要怎么做呢 就是透过这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讲说 虽然我们身上所有的部位的细胞 大致上都拿到一模一样的基因组 可是你不见得要把 你拿到的所有的基因组都用出来 所以不同的组织细胞呢 它可以选择性的 就是把不同的基因用出来 所以有些基因在某一群组织当中 它可能是被关闭的 但另外一群组织当中 它可能是被打开的 好 所以当不同的组织 它们使用的基因有点有不同 虽然它们都有拥有这些基因 甚至于因为是同一个人 对不对 所以它们拥有的基因组 大致上来讲可以说是完全一样 可是因为不同的组织使用的基因组 基因组里面的基因 基本上不见得下一统 所以导致它们最后发展成熟的时候 是骨样 所以这个现象我们就称为叫细胞分化 所以我们现在需要很多种血球 所以这个共同来源就是 那共同来源就是多形性的造血干细胞 那主要是落在那个骨髓当中 而且是红骨髓 还记得 诶 你讲得过吗 红骨髓里面才会有造血干细胞 那当它造血球的时候呢 会先初步 先形成 它是要造血液循环系统里面的 原始血球 然后它还是原始089 好 然后 所以假设现在造的是 血液循环系统里面需要的部分的话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造血小板 然后造血小板的时候呢 那颗原始血球会被用到 先形成成熟的聚 好 聚合细胞 然后聚合细胞 它这边有画一张参考的图 382页上面这个地方 这里有两张分化的图 架构图 我们用上面那个比较方便 上面那张图的话 聚合细胞成熟的时候 它会化解 然后释出很多的碎片 所以那些碎片 就是血小板 所以你讲血小板是血球 这个说词是对的 但血小板是不是细胞 不是 它只是那个聚合细胞瓦解之后 形成的碎片 然后 如果你现在要造红血球的话呢 红血球要经历两个阶段 第一个它成熟的时候 一开始是有细胞合的 然后后来呢 就变成是封血球 所以它最后成熟的那个阶段里面 它会把细胞合的变身解掉 所以它之前的前进步阶段里面 其实曾经有经历细胞合的 然后接下来 白血球是比较麻烦的 因为这两个比较简单 直接先考定 白血球的部分的话呢 或者是有一个家族的白血球 叫做颗粒球 然后你看这个图片上 它们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 颗粒球的细胞盒通常不是一颗 圆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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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經過嚴重瘤區 柔過的那種 就是形狀的 不規則 然後在西方法的旁邊會有很多顆粒 所以就把它稱為一條顆粒球 然後再分三種 四中性球 然後四川性球 那四中四川事前是我們鑑定的時候 有機區鑑定方法給它的名稱 然後四檢性球 血液只有一種酸檢 這幾種都稱為 叫做顆粒球 那還有另外一個比較特別的血球 叫做肥大細胞 因為它很大顆 然後這顆細胞很重要 這顆細胞跟發炎有關 跟發炎跟過敏有關係 好 然後所以如果你去看那個肥大細胞的話 肥大細胞的細胞是當中也有一些顆粒 所以有顆粒的現象 其實不是顆粒球的專屬的特質 但是因為你看它們這三種 四中跟四川裡面 你看這個 如果你不去做染色的話 只看細胞核的輪廓 只看那個細胞核周圍的這些顆粒 你會覺得它非常的像 所以顆粒球的三種 我們會拿出來這三種還是比較相似一點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單核球 那單核球顧名之一 就是它這個細胞的輪廓 就是很清楚一顆球這樣子 好 然後接下來很重要的是 它在受到刺激的時候 它會轉型 轉型之後就變成是巨式細胞 所以巨式細胞的前身 巨式細胞的前身就是所謂的單核球 所以一般他們在表達那個巨式細胞跟單核球的時候 常常會寫一個單核斜線巨式 所以這是現在的表達方法 好 所以其他的不講 你看那個寫小碗寫小碗 寫小碗超單純的 它就是聚和細胞瓦解後剩餘的碎片嘛 對不對 紅血球就是那個已經合成好大量的寫銅數 然後之後那個細胞的被分解掉 留下來的無核細胞 然後它是紅色的 所以你可以把它當成是只有一種 而接下來白血球裡面呢 你看顆粒球其實 如果你不去做染色它沒什麼特別的顏色 然後有細胞核 所以白是在形容這些細胞都沒有特別的顏色 所以顆粒球是白血球 誰讓細胞是白血球 就是細胞是白血球 還沒有玩 然後因為接下來在往右邊來看的話呢 假設我現在要造的是那個淋巴球的話 淋巴系統裡面專屬的白血球的話 那這時候呢還有一個比較細的 就是它可能會被分化出T細胞 這個時候就需要胸線的方法 所以往右上角這個地方來看的話 原始淋巴球進入胸線之後 可以被刺激產生T細胞 可是T細胞再分成兩個四類型 就是TH跟TC 輔助性T細胞跟包紗性T細胞 這是T細胞的兩個亞型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 就是它會被轉型變成是V細胞 V細胞的話可以產生抗體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 就是NK 自然殺手細胞 那這個名稱上會有一點麻煩 因為TC 這個包紗性T細胞 所以有人真的會把這兩個角度 然後那個自然殺手細胞 你仔細看它細胞核 細胞核是蠻清楚的 就是一顆球 可是它細胞子當中也是有很多的顆粒 所以自然殺手細胞也有人 依照它擁有很多的顆粒 有大顆 所以就把它叫做大顆粒銀巴球 好 所以這一堆右邊的通通都沒有什麼顏色 好 那至於比較免疫上面的研究比較晚期才被發現的 就是現在曖昧不明到底哪裡來的 好 就是那個素毒細胞 素毒細胞它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是被誤認為巨噬細胞 好 因為它跟巨噬細胞都有吞噬的能力 然後也跟巨噬細胞一樣 它吞噬的時候會形成那個細胞膜 也延伸出去那個胃足的現象 只是它這個胃足細細長長的 因為一般我們習慣看到的那個巨噬細胞 比較粗粗的 有一點差別 好 所以素毒細胞的分化的來源 到底從哪個階段開始 還是被引導到它後來成熟的樣子 這邊可能還要再做理性 但是目前來說巨噬跟素毒 在功能方面來說應該是可以去個派 所以 這樣可以想像白血球的可怕嗎 對不對 白血球的指數只有5000到10000 對不對 以這麼少來說的話 可是你看這個種類 這樣很可怕吧齁 所以它雖然數量在密度上面來說是血球當中最少 但是它轉得去是最雜的 就表示免疫這件事情看起來 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我們需要很多角色的配合 那你不能要求一個細胞包辦所有的事情 這樣其實對生物體內不太可惜 好 所以接下來看五文資的地方 所以看381頁這個地方 因為我們現在介紹的是08系統 所以就先從089來看 那基本的類型就是以B細胞跟T細胞為主 那B細胞的話呢 它在受到適當的刺激之後 它會轉型活化 那活化後的B細胞稱為叫薑細胞 所以薑細胞就是所謂的 囉嗦的說法就是活化的B細胞 所以簡稱薑細胞 那為什麼叫薑細胞應該還有印象 因為它每次在製造抗體的時候呢 它的細胞膜就是同時會有很多那種運輸囊泡 然後跑來跟它結合 所以它拼命在釋放抗體的過程當中 運輸囊泡不斷的移到細胞膜的地方 然後在細胞膜表面破裂 然後把抗體釋放出去 所以它那個細胞膜就不規則 所以那個薑在形容是一個輪廓不是很遠的一個細胞 所以把它叫薑細胞 重案的能力就是可以製造抗體 然後也就是所謂的免疫球蛋白 好 但是前提是 它需要受到適當的刺激 T細胞的話呢 T細胞通常主要的工具是直接放在細胞膜上面 稱之為抗原受體 然後它可以去跟特定的抗原結合 什麼東西是抗原呢 通常可以引發免疫反應的物質 我們就稱為抗 常常都是蛋白跟抗蛋白 可是T細胞有兩個亞型 就是輔助性T細胞代號TH 跟包插性T細胞代號TH TH跟TC 那輔助基本上呢 其實反而是很重要 因為我們發現呢 免疫反應裡面有一個關鍵的調節角色 那個是由誰來負責執行的 就是TH 所以名字上掛著輔助 但是事實上呢 它反而是跟整個免疫反應最息息相關 然後至於TC的話 包插性T細胞 或者叫包毒性T細胞 因為它可以直接執行破壞的工作 所以我們就用這個稱呼 就是因為它可以產生一些分泌物 這些分泌物可以破壞受感染的細胞 或者是腫瘤細胞 所以我們就把它用這個名稱來稱呼 那後面我們會去提到一個成分 所以留意一下 那既然都是T細胞 然後我們怎麼去鑑定它 它這兩種細胞的細胞膜上面呢 有一種參與免疫反應很重要的蛋白質 然後那個輔助T細胞呢 帶有的那個蛋白質是CD4 然後包插性T細胞呢 帶有的那個特殊蛋白質是CD8 這個都是它的膜蛋白有功能的 好 那目前還有再繼續找一些其他的T細胞 假設這個有證實的話 那這就接下來就有去了 然後那個以後談生殖的地方 我們再來談一次 然後接下來就是單核球聚式細胞 這是一個比較常用的文字敘述上的用法 因為聚式細胞是單核球受到刺激 然後轉型過來的 然後轉型從單核球的時期呢 它就是一個規規矩矩的一顆球型的白血球 然後受到刺激之後呢它就變大 然後呢開始進行變形蟲運動 所以細胞會變得比較不規則 所以這時候就可以把它成為叫巨式細胞 所以巨式細胞的前身就是單核球 然後往下看 那後來因為又發現了不對 有一種巨式細胞 有一種看起來是巨式細胞 但是又怪怪的 然後後來發現形狀上真的還是可以辨認的出來 功能上還是有差別 所以乾脆獨立出來 就是第四種那種素圖細胞 所以素圖細胞是黏液上面比較晚期才發現的 早期是被誤以為它是那個巨式細胞 然後它長的形狀 你再回去看剛剛的那個圖 素圖細胞的最大的特色 這個化神經元的時候怎麼化呢 化神經元不是這樣子嗎 就是細胞突出出去、突出出去、突出出去 神經元的最大的特色就是 細胞表面有很多的層細胞 你看 然後那個素圖細胞 它在形成位組的時候 沒有那麼細長 就是它的位組是比較那種 瘦的 不是神經元 所以他們就用的那個字 素圖 用了這個字眼 那如果要跟巨式細胞來比的話 巨式細胞的 這個是位組 然後巨式細胞位組就有一點這種 比較蠢蠢的 那比如說這邊有一個顆粒它正在吞 其他的部分可能還沒有變化 那你如果要靠這個來編認 當然你是會認錯 可是因為大致上來說 這特徵還蠻合同的 那一開始當然是純粹是為了這個 後來當然有發現 他們在功能裡面確實是有一些可 可作為區殼的依據 所以在正式把它獨立出來 變成是素圖細胞 這個是免疫學上面比較晚期發現的 另外一種具有吞噬能力的細胞 而且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有看遠呈現能力的細胞 然後接下來自然殺手細胞 這個詞用的多好 它是淋巴球裡面 廣義的淋巴球 因為有一些書是認為自然殺手細胞 不要叫淋巴球 不然這樣會很混搖 好 所以我們如果把它認定為 是淋巴球的種類之一的話 它大概佔淋巴球當中 相對是少數 因為大概只有佔15% 然後呢 它跟B細胞跟T細胞 雖然是在這個 一開始的分化裡面是相同的 後面是最後的分化是不同的 但是他們 自然殺手細胞的話 它沒有擁有那種B細胞或T細胞的那種 跟看遠結合的受體 所以有一個文字你幫我補一下 這個再加這兩個字 這幾個字可能會比較不會不解 就是回到那個最上面 淋巴細胞的序述第三項 第三項有提到NK 自然殺手細胞分化至骨髓骨髓骨髓樣 或者是骨髓原始幹細胞 然後也可以稱為大顆粒淋巴球 並無BT細胞的抗原受體 像這幾個字進去 並無抗原受體 我們看到第三項的倒數第二句話 有一個並無抗原受體 那個並無的後面 無的後面加上VT VT細胞的抗原受體 VT細胞的抗原受體 並無VT細胞的抗原受體 我們在角色上很不一樣 VT細胞執行的是專一性的免疫 可是自然細胞 自然殺手細胞執行的是非專一性的防禦 怎麼執行呢 當自然殺手細胞碰到它不認識的抗原的時候 它自己本身會分泌一些故事 然後把對方那個細胞給破壞掉 而且後來我們發現它對付的對象很重要 它對付誰呢 它對付腫瘤細胞 我們身上的土面細胞 它對付誰呢 它對付我們身上的細胞 但是是被病毒感染 然後被病毒感染之後呢 這些受感染的細胞的細胞膜上面 常常會曝露那個病原體的某些特徵 OK 所以自然殺手細胞 如果碰到這樣的異常的細胞 它也會把對方給破壞掉 OK 所以它執行的是非專一性的防御 可是V細胞跟T細胞執行的是專一性的防御 所以光就這一點基本上就很不同了 然後目前的看法是自然殺手細胞 在我們身體內的數量跟活性恐怕很重要 因為有一種這個比較驚悚的估計 就是號稱成等的一天每天至少要產生一到兩個胎細胞 那如果用這樣的數產生的速率來算的話呢 那為什麼我們身上沒有累積一對的腫瘤 比較可能的原因就是這些白血球其實很辛苦的 在幫我們清除掉這一些異常的細胞 如果沒有的話這恐怕就很可觀了 所以之前有一個廣告 有一個賣好像是生機食品的 而且它滿有Sense的 它就抓這個就是吃了他們家的產品 然後那個你的體內的自然殺手細胞 戰鬥力會非常的厲害的這樣子 類似像這樣的字典這樣 問題是我想大概對一般的民眾來講 大概完全搞不清楚自然殺手細胞 幸好它是挑這個來當一個廣告的訴求 因為這個名字上看起來很盡手 自然殺手細胞 比較能夠理解這個可能是有厲害的戰鬥力這樣 所以生物學完好歹你要能夠應用在生活上面 因為有些東西很鼓勵 好所以接下來就是抗原呈現細胞 剛剛有提到就是抗原呈現的這樣的角色裡面 剛剛提到抗原 抗原基本上是可以引起免疫反應的物質 可是通常如果要引發免疫反應的話 我們發現大部分的免疫反應都需要這樣的一個關鍵角色 就是抗原呈現細胞 就是某一個免疫相關的細胞 它可以很安全的把病原體的抗原 就是病原體組成的成分給曝露出來 然後又不會導致疾病 但是可以通知整個免疫系統相關的細胞過來一起處理 所以這個角色就是抗原呈現細胞 那起碼有幾個抗原呈現細胞 你一定要去知道的就是什麼呢 包括趨勢細胞、速圖細胞還有B細胞 基本上都可以去呈現抗原 所以抗原呈現細胞是在免疫反應當中可以做這樣的角色的 那後面會再提到一次 所以先把這個名詞搞定 接下來383頁的顆粒球裡面 顆粒球當中的勢中性球 它的能力比照趨勢細胞也有吞噬的能力 但是壽命完全比不上 勢中性球是非常典型的 所以我們一般講說那個白粹球的壽命大概只有兩周 那個就是拿誰當參考的就是它 因為它數量最多 然後它也很短命 每次在吞噬完的時候它常常會死亡 但巨噬細胞不會喔 巨噬細胞通常在吞噬之後呢 通常它還可以繼續用下去 這是兩種有吞噬能力的細胞一個非常大的差別 但很不幸的是像巨噬細胞這麼好用的細胞 它的比例卻是很低 它勢中性球的比例卻是很高 所以通常在傷口的地方死傷率最高的是誰 應該會是那個勢中性球 這樣OK喔 所以補充最密集的應該也是它 好 然後接下來有吞噬能力的細胞 除了像巨噬細胞、束縛細胞、勢中性球之外 還有一個佔的比例很少的就是勢酸性球 勢酸性球基本上也有吞噬的能力 不過它被賦予一個比較重要的功能 就是萬一有大型寄生蟲出現的時候 只有它可以去對付大型寄生蟲 一般的情況下 勢中性球去世細胞對付的通常是同等級 就是我是細胞、你也是細胞 那我可以對付你 但如果你是一個多細胞、我是一個男細胞 我就沒辦法對付你 所以這個時候就有誰? 就有勢中性球出面 所以什麼樣的寄生蟲呢? 比如說假設像線蟲 對不對? 線蟲雖然身上它只有大概1000個細胞左右而已 小小的一隻 對不對? 那所以這個時候要對付它會有點困難 因為白血球是一個細胞 對方是多細胞 所以要怎麼對付它? 就這樣子 就是這隻蟲 然後呢 它還是單細胞啊 所以它過來之後就貼了 這隻蟲的表面 然後呢開始慢慢的包住一部分 它跟蟲很大隻 就這樣難不夠 所以接下來才會有那個 其他的四酸性蟲 一起做 然後靠近貼著 然後開始慢慢貼著它 然後開始分明一些破壞性的物質 開始把這個蟲的表面子進行破壞 然後利用這個策略 把這個 寄生蟲把它一幹掉 那沒辦法 因為它對方體型比較大 但能夠執行最樣的破壞工作的 就只有四酸性蟲 可以啊 四酸性蟲做不到 那平常的時候 一般性的感染 四酸性蟲可以去協助四酸性蟲 好 然後四鹼性蟲跟肥大細胞 這兩個要一起講 因為它們兩個很重要 這兩個都跟發炎有關係 因為發炎反應裡面 有一群化學物質很重要 就叫做發炎介質 四鹼性蟲跟肥大細胞都可以釋放發炎介質 可是這兩種白血球 基本上 它被放的位置很不同 四鹼性蟲是放在循環系統 它是循環系統裡面的白血球 可是肥大細胞卻是放在哪裡 肥大細胞卻是放在組織細胞 它是安插在組織細胞當中 所以肥大細胞是一個不會去進入循環系統的白血球 所以當比如說你現在刀傷擦傷的時候 為什麼那個傷口會發炎 那個傷口發炎第一時間釋放發炎介質的 很有可能就是肥大細胞 但如果你現在是有微生物入侵 沒有傷口 不是擦傷的問題 不是因為那個我們身體的構造面的破壞 而產生了入侵 所以這個時候 很有可能是因為病菌入侵到你的循環系統 所以這時候呢 四鹼性蟲就開始釋放發炎介質 而且這這樣子麻煩的 因為它入侵進入循環系統 那所以可能它會不斷的碰到那個四鹼星球 所以你身上呢 就開始有很多的地方 就都都去去的釋出發炎介質 有沒有 所以這時候的發炎就變成可能是一個全身型的發炎 所以就開始發燒 有沒有 所以發燒是一種全身型的發炎 這樣 OK 所以這兩個細胞 基本上呢 它們最直接參與的作用就是發炎 那發炎是第二道防線的作用 然後其他血小白呢 可以阻止那個病菌入侵 因為凝顯的過程當中 內皮細胞呢 它可以在發炎的時候 引誘白血球過來這個地方 然後發揮它們應該有的角色 所以內皮細胞自己不直接執行迫害 但是呢 它可以引誘誘導那個白血球過來 在這個感染的部位 做它們該做的這個工作 大概以上這些就是通通都是 好 好 好 所以我們上次講完第一道防線了嗎 好 好 所以我們上次講完第一道防線了嗎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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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講完那個 啊 跟那個架構講完 一二三道防線 所以轉一性 轉一性 講完 第一道防線 再提一下就好了 好 就是 一般我們其實真正的防禦齁 比較好的區分方式 其實是分成非專一性跟專一性 這上次應該有提到 另外一個比較好的切割方法 就是我們身體構造面來說 它本來就應該要具備的防禦功能 這個叫做非專一性 或者叫做先天性的防禦 然後再依照那個 餐律防禦的順序性 然後再把它分成第一道防線跟第二道防線 然後接下來需要適當的物質刺激 才會發生的 就把它稱為叫做專一性的防禦 那因為它要碰到特定的東西才會發生 所以是後天才會反應的 那這個層級的防禦 一般來說它的發生的順序性 應該會在一二之後 有時候是一後面就發生了 但有時候是一二三才會發生這樣子 所以那個順序一二三到防線 它其實是方便討論 你不要被那個一二三給綁死了 我們要拿那個剛剛那個連莫相關組織有沒有 連莫相關組織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那個根本就是一二同時在作用 有沒有 它們兩個是綁在一起 一起去執行防禦這些事情 所以有沒有可能是一二跟三一起發揮 只是說它時間的發生 因為需要的時間不同的關係 所以讓你誤以為 一要先做完然後才二 二要做完才三 不對其實很多情況是二跟三 根本就同時在發生 那只是你看到那個效果 是二先看到效果產生 因為三需要花比較多的時間 所以最後你才察覺 其實三有左右 所以這個概念先有 所以384頁下面這邊有一張圖 當我們碰到一個病原體 可能是微生物或者是其他病毒等等的時候 其實你身體的防禦作用都有在啟動 但是你先看到哪一個效果先展現 當然是皮末 因為皮末是我們身體構造上面 直接面對外來的這個環境 對不對 所以大家會先看到它有發生作用 然後可是在皮末組織這個地方 會有很多防禦性的細胞 比如說我們剛剛講的像那個巨石細胞 會可能會很快的到達這個部位來嘛 所以你很快就會看到 咦咦這個傷口的部分事實上 好像這個病菌跟我們的白血球 已經有在作用當中 所以你可能很快察覺 那如果是第三道防禦的話 你看我們以前講過 如果你拿那個初級免疫反應跟次級免疫反應 那個初級反應次級反應 那個初級反應第四要花多少時間 教科書的說實是要大概兩周 對不對 你從接觸到反應發生兩周耶 所以這個過程當中顯然的 它需要醞釀 那你當然沒有看到這個效果出現 好 所以第一道防禦裡面的話 皮膚跟黏末 皮末 皮末 這樣很好自己 所以皮膚 皮膚有什麼樣的資源 我沒有辦法阻止所有的病菌 可是我可以利用客觀的條件 限制病菌 所以第一個 皮膚的角脂層 對不對 絕對不是所有的病菌能夠突破的 那雖然皮膚的角脂層 它本來的真正的主要的功能是 方便我們在陸地上生活 防止水分善失 對不對 那它附帶的 因為這保護者做得不錯 然後它有防止病菌入行的功能 對不對 好 接下來 汗液 對不對 汗液的話 雖然它的主要功能本來是 調節體溫 那可是汗液當中 你說水很多 會不會微生物很喜歡 顯然的沒有 為什麼 因為你水當中還有融解的一些電解質 對不對 還有融解一些鳥素 對不對 那當然它的量都不多 可是 一旦有一個水溶液 它裡面的成分 是已經確定下來的時候 一定會有微生物喜歡跟不喜歡 對不對 所以我起碼已經 已經在那個不喜歡的比較不容易出現 但是我可能還是沒有辦法完全主持那個喜歡的會出現 那所以 可是我們的角質層還在 對不對 所以其他的都是那個個人那個 衛生健康 這個衛生習慣的問題 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 皮膚會分泌油脂 那種紙質 聽起來就是養分 所以一樣的問題 那你所有的 微生物都喜歡我們皮膚的這種油脂嗎 有沒有 所以一旦成分確定之後 其實它已經限制了 有些微生物我們確實 沒有辦法阻止它存在 但是有些微生物基本上 你已經盡量把它排除在外 為什麼 因為它可能不喜歡這個環境 就它自然就不會來下來 那其他能夠忍受喜歡的那些 那就看什麼 真的是要看你個人的習慣問題 如果每天洗澡沒問題 你不信的話 你試一下那個三天不洗澡 七天不洗澡的 你看為什麼那樣的反應這樣子 好 然後接下來 在我的皮膚房間下面 還有一些很重要的工具 比如說那個 沒事多鋪一點是有好處 因為可以洗眼睛 因為我們的淚液當中有溶菌酶 可以幫你清除掉那個 眼睛表面沾點的這些細菌 過液當中也有溶菌酶 那這個名詞上夠白話了 對不對 它的破壞對象就是細菌 破壞的部位就是細菌的細胞病 這樣子 然後 黏膜組織的部分的話 呼吸道的部分還不錯 呼吸道的部分你至少有一些鮮毛 鼻毛黏液 可以黏腹 可以排除 對不對 消化道有一個優勢 就是起碼到胃這個地方 它要面臨強酸的嚴格挑戰 對不對 泌尿生殖道其實最可憐 泌尿生殖道的話 這個手上的籌碼其實不多 所以像陰道的話是利用酸這個特性 來去盡量抑制病菌的支撐 可是像尿道 為什麼每次尿道感染 感覺像尿道好像沒有什麼特別的狀況 就是除了排尿之外 那可是為什麼每次尿道感染 可能會引起什麼全身心 全身嚴重的發燒 就是因為尿道基本上它是只能靠閉鎖 所以利用那個管子 事實上呢 平常就是幾乎塌陷的狀態 然後所以這麼狹窄的這個管道 其實很難入行 那它沒有其他太過的籌碼 所以一旦這個地方有一些病菌核心的情況 事實上怎麼辦呢 怎麼辦 不要啊 大概是能用什麼方式 因為這邊 它的防禦的功能面 手上能夠利用的資源 確實比較不多 好 好 所以禮拜五繼續 OK OK